我现在在昆山 这边一个食品厂 里面都是四米二高栏 还有香车 这是我的车 拉的 这个是啥 有没有兄弟知道的 电梯平衡快 在 那叫什么地方 家乡装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卡特旅哥 我现在已经到昆山了 准备卸货 昨天下午在海岩卸完的一个设备 到下午找到一个电梯平衡快 刚好到昆山的 然后是今天早上 七点钟 七点钟开始装车 我基本上是全程高速 给跑过来的 马上就卸车了准备 像这种活 这种活还是挺好拉的 只要不盖雨布 我为了省事 我绳子你看基本上都没绑 前面没绑 就最后面带了一道 因为在后面一跑起来 它老是晃 我怕给它晃倒 我后面还带了一道钢车绳 其余的没变样 我一路也就慢慢的开 是不是 不要盖雨布 不要绑绳子的活 直接装上去就走 这就是好活 是不是 但是像这种状态 千万不能开快 不能击杀 要不它容易倒 那就麻烦了 看一路白白正正的 还已经有点错位了 是吧 下面 经常看我视频的兄弟都知道 我很少捣短了 基本上是跑长途 要不广西 要不广东 云南多数 现在是活生生的 没长途跑了 只能捣到短 前两天刚好又 被人家刮了一下 又花掉了1700块 昨天中午11点 到今天中午11点 24小时啊 差不多 赚了1500块钱 原先像这种活 我干都不干的 现在不是没办法了吗 花条那边 二师兄 还有那个鸡尾 卡车66 还有吴迪 等一下那个披州小安 还有一个朋友 还有我一个 我们本家的一个叔叔 17米五度大板 都在那边 你说现在的这个行情 怎么干 这个活好像一共是四车 我先来了 我不知道他们 什么时候能到 是不是要先给我谢 还是怎么搞的 还是一起来 一起谢的 等一下 那问一下吧 然后 现在行情不好 没办法 都停着了 老师兄 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 说要回家 还有一个呢 卡车66也要说要回家 休息了不干了 你说现在怎么办 这个行情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喜欢卡车旅哥 转发评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